这尸体在哪 或者是有没有尸体 或者这个人是活着是死了 刚才怕抓 在这个港工开车跑了 说新年事拉实在里 欢迎收看 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是哪里 我是老季 2010年9月22号这天下午 在山东省莱西市区的一个路口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妇女 这开车的去驾车逃跑了 这本来呢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讨厌 但没想到民警随后的调查 竟然查出了一起人命案 交通事故发生后 肇事车上还坐着一名男子 当时他下车查看伤者的情况 就在这时 那辆肇事的黑色轿车突然一脚油门 翻了 围观群众立即记下轿车的车牌后 并把另一名男子围了起来 很快 莱西市交警大队就根据车牌后查出 那辆车是围了 车主名叫张明 家住危害经济技术开发区 但是张明并不是那名驾车讨厌的男子 而家里那辆黑色的街达轿车 平日里都是妻子王雪开着 跑黑出租的 22号那一天 妻子出去一天了 还没有回来 也联系不上人 平常这王雪从来都不好远 都是暗点回家 而这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明辈子是坐地不安 他正犹豫着是不是要报警 突然间就接到了莱西市交警大队打来的电话 说那辆车在莱西市肇事之后逃逸了 一听这话张明脑袋嗡了一下 但是莱西交警说 开车的是名男子 车上没有坐女的 一听这话张明更加紧张了 他立即就报了警 危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当即就把王雪列入了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展开了调查 被莱西警方扣留的男子自称叫薛建明 他说呢 他只是半道搭了个车 并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去过危海 我能感觉这个男子一直在撒谎 为什么撒谎 撒的是什么谎 不清楚 要说这事也够蹊跷 危海市的女司机王雪早上开车出门 到下午这辆车出现在了200多公里外的莱西市 还出了事故 开车的不是王雪 是一个陌生的男子 而这个男子后来开车跑了 车上的另外一名男子虽然被抓了 却说自个只是一个搭车的 在问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那女司机王雪在哪 会不会发生了什么意外 危海警方决定围绕 无论民警怎么问 薛建明都是在说他只是一个搭车的 从来没见过女司机 就是上莱西 要接触这个人 目的很明确 找车找人 人 不见了 车不见了 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去找 王雪开的车出现在莱西 这车撞了人 她本人 却没了踪迹 据了解 这王雪今年36岁 是个挺能干的女人 性格朴实温柔 待人和善 来往朋友 熟人 也不复杂 人缘不错的 今年6月 王雪和丈夫购买了一辆黑色的捷达 到失踪的这一天 这王雪无正营运 做载客生意 她还不到一个月 9月22号这天一早 有人还曾经看见王雪 把自个的车停在了一个公交车站点的附近 但是从那之后 就再没有人见过她 民警走访了公交车站点附近的黑出租车司机 得到的信息是 有人曾看到过 有两个男子坐上了王雪的车 但是对两人的起毛特征 并没有留意 为什么找出行动路线 就是在行动路线的周边 看看有没有什么 就是说的严厉一点 或者说的不吉利一点 泡湿 没有 因为我们坐了 就肯定没有 这尸体在哪 或者是有没有尸体 或者这个人是活着是死了 与此同时 警方在莱西针对薛建宁的审讯工作还在继续 可是还没结果 问人吗 这人就是一句话 我是搭车的 什么也不知道 那王雪到底在哪呢 他的车怎么就会出现在莱西呢 驾车逃逸的那名男子是谁 他和王雪的失踪有没有关联呢 这所有疑问都等着警方来破解 在危害 大树车走的那个人 他竟然在危害 待过呢 虽然在危害 肯定有蛛丝马迹 侦查的重心逐渐围绕薛建宁 曾经在2009年的年底 在危害的一家船厂打过 这个信息让民警们很振奋 薛建宁说他从没去过危害 看来是在撒谎 那么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最后民警来到薛建宁在危害 打过的那家船厂 从一个姓杨的船厂工人那 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杨某反映薛建宁和另一个人 叫陈某 曾经作案之前的一个礼拜左右的 时间在他家居住过一个周左右 杨某说和薛建宁在一块的那名男子 叫陈亮 陈亮呢 是他的远方亲戚 经过现场群众的辨认 驾车逃逆的男子 正是这样 种种迹象都表明 薛建宁和陈亮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女司机哪去了 那么是死是活呢 我们不知道 必须要敲开他的嘴 敲开他的嘴 知道司机 能知道女司机的下落 知道陈某 哪去了 他们之前逃跑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商量 要去哪 审讯薛建宁的办案民警迅速 我们继续问他 他就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沉默了一些 后来手里在走 薛建宁再也无法狡辩 他终于向办案民警交代了 伙同陈亮在危害杀害 女出租车司机防血 并抢走出租车 携带尸体 驾车逃逸的犯的事实 至此 一起失踪案件 转化成了抢劫杀人案件 而抓获陈亮 已经刻不容缓 薛建宁交代 他和陈亮杀害了女司机 抢劫车辆之后 商定了把车开出山东的地界 但是并没有商量出具体开到哪 后来就在莱西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么陈亮现在驾驶着黑色轿车 究竟跑到了哪 民警以莱西市为中心 向周围展开了排查 同时向周边省市发出了卸查通报 就在微海警方追捕陈亮的时候 案发的第二天 9月23号凌晨 在天津市静海县 一辆黑色截达轿车是冲进了路边的沟里边 车辆损毁严重 不过司机只受点轻伤 这巡逻路过现场的民警 把那司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随后处理事故的交警 准备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下仔细的勘察 当他们打开车后备箱的时候 吓了一跳 因为在后备箱里 他们看到了一条穿着高跟鞋的人腿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守护为您解密 两起交通肇事相隔千里 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不见了 车不见了 那是我们的 我们的去找 他们他们之前逃跑的 坐下当中有没有商量 要去哪 挟尸千里逃亡 最终落入法王 看到这个女司机 当时脖子上一定没有绳子 凶案背后 老乡帮的无知和冲动 令人痛恨又发人深省 有个意思 在这个意思都没理解清楚 什么叫意思 他们没搞清楚 黑色轿车后备箱里的秘密 说是哪里正在解密 静心怀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 这威海的女司机王雪失踪了 她驾驶的黑色轿车 在来袭肇事之后逃逸了 开车的是一名男子 警方调查 终于查明王雪已经被害 犯罪嫌人陈亮 开着车带着尸体潜逃了 就在警方全力抓捕陈亮的时候 在天津的静海县 也发生了一起消灯事故 在这个事故车的后备箱里 有一具女尸 当时静海警方看到 一具女性的尸体全坐在后备箱里 脖子上有了一道深深的勒痕 由于案情重大 天津静海交警一边保护现场 一边将案情通告给了刑警支队 随后刑侦的民警立即赶到医院 将治疗之后正打算离开的驾车司机扣留 而这个人正是陈亮 事发人员送医院之前的那个 问我叫什么 我当时那个 就那个徐远明声音 带我兜里 我拿我 我说徐远明 警察拿来筹子 根本就不像张 天天就想 他以后还能蒙过 审讯这个犯罪分子这个陈某 他开始还说他叫薛某 后来又说自己叫陈某 一会儿又说是自己打黑出租车 司机不要车了送给他了 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车在路边上 他就发现了这么个车 没有人 他自己开着的 跟天津警方就是周旋吧 一直在周旋 被扣留的陈亮一开始呢 还想蒙控过关呢 他对警察说什么呀 说他在静海打了一辆黑出租车 想去天津 这刚坐上车呢 没想到就撞了 司机一害怕 跑了 临跑之前说 把车交给他开了 他自己驾驶技术一般 这不就掉沟里了吗 总之是胡说八道啊 这一套谎言连鬼都还相信呢 你说哪有那样的出租车司机 撞了车之后 把自个的车交给一个从不认识的乘客 警察那是干什么的 肯定不相信了 一个无辜的人 开着一辆肇事车 车后备箱里 装着一具女尸 啊 这怎么回事啊 天津警方就立即着手开始调查这起案子 天津近海警方首先从车辆着手调查 很快就和危海警方取得了联系 所有案情信息资料 包括需要审讯的几个重点 危海警方都和近海警方进行沟通 陈亮最后交代了博通薛建明 抢劫杀害女司机的犯罪事实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意义 自己知道某人过去了 这就交代了 因为当时自己知道什么事杀人的 头一次犯法杀人 自己那些挺 一上回 挺一挺 矛盾 挺后悔 9月24号 危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迅速抽调刑侦 技术民警 法医 边方派出所民警共五人 组成了近海专案组赶赴天井 在近海警方的大理配合下 专案府对犯罪嫌疑人 作案现场及尸体等相关事宜 进行了处置和取证 我们都看到这个女司机 当时脖子上已经没有绳子了 但是那个脖子是个 这块的内纹很深 这个就像用刀割的那种口子一样 然后面目啊 也是这个 这个法则啊 怎么就像这个窒息死亡的这种特征 这个经过路上犯罪嫌疑人 讲尸体 活动 从这个驾驶室里边 搬到货币箱里边 托放 肯定是一个很粗暴的动作 然后又遇到了车祸 就是比较惨的 经过证实 死者正是女司机王雪 至此王雪失踪之谜终于揭开 噩耗传到危害 张明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想着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 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了人世 他至今都无法介入这个事实 那么两名凶手 为什么要残忍地杀害王雪呢 犯罪嫌疑人 陈亮34岁 吉林省榆树市 武科树镇 沈家村人 另外一名犯罪嫌人 薛建宁 38岁和陈亮 是老乡 去年10月 陈亮在哈尔滨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薛建宁 一听说是老乡 陈亮觉得是格外亲切 出门在外 人生地不熟的 老乡就成了最贴心的人了 不仅可以用方言交流谈心 这遇到什么麻烦事 老乡也会出手帮忙 不过陈亮碰到这位老乡 却没帮什么好忙 最后把他给帮到 抢劫杀人的不归路上 用头脑简单 四肢也不发达 来形容陈亮最为合适 他生活在贫穷的山村 却想摆脱这种生活 做一个城市人 过那种多姿多彩的新生活 但是这想归想 真正要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陈亮走出农村 到处去打工 但是没挣到多少钱 直到他遇见了薛建明 薛建明比陈亮大四岁 薛建明脑子比较灵活 还摆过水果摊 这些让陈亮很佩服得不得了 觉得这位薛大哥 那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 再加上一起打工时 薛建明对陈亮很照顾 陈亮对这位薛大哥 更是年轻敌情 去年年底 两人相约 一块到山东的危海大工 但可惜 工期的期限很短 我很快就干完了 两个人再次回到了老家 在家里闲待几个月的 陈亮实在感觉无事可干 就又去找薛建明 两个人凑在一块 薛建明大谈起了发财的设想 怎样发财 怎样来钱快 陈亮很羡慕不已 后来他们听说曾经打过工的危海三进船厂 又要招工人了 两个人再次来到了危海 陈亮和薛建明住在亲戚家 落脚的地方有了 但是船厂突然却又不招工了 两个人在亲戚家住了一个星期 整天是无所事事 这亲戚的脸色呢也不好看 来过之后在我那个亲戚家 他在咱们住房 他住了几天 住几天 人家总在人家住也不行 杨某的母亲 就嫌弃这个 陈某和薛某 大男人老是在家待着 不去找工作 就说了这个陈某和薛某几句 陈某和薛某当天晚上 就是好像有点生气的意思 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杨某的家 然后第二天就出了这个事 陈亮没多少文化 也没什么技术 可他每天还想玩潇洒 大把大把花钱 但只可惜 他知道自己实在没有挣大钱的本事 就觉得薛建明和他谈得来 讲义气也很对自个儿的胃口 而且他也相信薛建明肯定有挣钱的本事 薛建明原本就不是一个善良之辈 多年的在外打工 别的门学来 倒学会了偷窃的技术 经常在出口紧的时候出去行窃 但是他始终觉得这样他挣不到大钱 他一门心思的想着有机会能够捞上一把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他都愿意干 两个人预谋好了之后 找了一根绳子就准备行动 9月21号 他们来到了威海汽车站 打算找准人之后立即行动 可是溜达了几圈目标也没选中 就没有来丢走 走看到走去 有个破灯车在车 在车等人等人 然后那骑身车去 骑身车上上了道路 骑身旅行 都错到了 骑身旅行在道梦造 过去了以后很晚了 因为时间很长了嘛 很晚了没地方吃饭 没地方睡觉 他们在一个破废弃的一个废屋子里头 待了半夜 然后又撬开了旁边一个村子里头 村级的一个小商店 偷了点吃的 吃 然后挨了第二天早上 去做案 22号早上8点多 威海市经济基础开发区 故山镇造谷村公交车站 车来车往非常热闹 薛建明和陈亮混在人群中 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停在路边的几辆黑鼠目 很快 女司机忙去成为了他们的地务 之前这个绳给我绳了 刚刚他说我做 我做副驾驶 你坐后边 他说我把他捂住之后 按之后 把你一个 搁个绳子 一开始 说是弄死 我没 说信任话 我都没同意 说 这一下子把他弄死 怎么回事 他说你不弄死 他说你就托不了 之后把那女的 他就拖到他后边那个座 座 就叫你探的话 不到判个中逢 王雪就命丧 王雪 他随身带着四百多块钱 也成了薛建明和陈亮的囊风之物 因为是大白 薛建明决定 暂时把王雪的尸体放在车里 等到晚上再处理 这抢了车 杀了人 这俩人的罪恶念头还没完 这薛建明呢 早就打算好了 让这个陈亮开着抢来的出租车 到高密去碰瓷去 故意和别人的车相撞 然后再骗取赔偿 因为他不会开嘛 所以就让陈亮开 这陈亮是哆里哆嗦 开车上路 毕竟刚杀了一个人呢 而且尸体就在后座下 这时候陈亮害怕 开车的手都乱出 薛建明觉得 这陈亮杀人之后 神色太紧张了 怕他露相坏了事啊 就不断给他打气 可没想到 这车刚开到来西市 就出事了 一个小站里边拐弯 车速很慢 那车好像是刹车 不懂好使不懂 有财 好点脚里面 就挺住 直接反正很慢 速度 反正就撞了电子车 胡思乱 就把电子撞倒 无态之下 薛建明只好下个车 掏出刚抢来的钱 说他本来就能赔偿 想私了此事 反正对方却坚持要报警 这一听说要报警 陈亮是慌了手脚 也顾不上薛建明了 一脚油门 仓皇地逃离了现场 急进来 反正当时 更害怕一怕抓 所以开始广告 开始跑 薛建明被周围群众 扭送到了派出所 而陈亮则朝着老家的方向 是一路防奔 他想的很简单 先回家 回到家后 再说一切事 他甚至都没有想好 护座下的那具尸体 该怎么处理 脑里就没心 就是想怎么处理尸体 就想怎么又快 好了又好了 当时就根本没想 就是怎么把尸体 怎么处理 后期那个 晚上也 也想 就是说冷的 想想 挺害怕的 陈亮 那是黄黄如丧家之血 一路上实在困了 他才停下车打个盹 可是这盹没打多久 就被噩梦惊醒 醒来之后 他又壮着胆子 把女司机 网雪的尸体 从车后座底下 搬到了后卫箱里 然后开着车 继续防奔 23号凌晨 精神高度紧张 再加上极度疲惫的陈亮 在把车开到天津近海的时候 先是撞上了一辆车 后来自己也开着车 直接掉进了沟里 我前来我车开 警官 正好那边 对面过了一个 过了一个大车 大门房 我一躲前来车 也从那大门之夜 掉那个道路上的沟里 一时间警惊呼啸 警灯闪落 陈亮知道警察来了 而此时的他 竟然还抱着侥幸心 天津在想 他以后还能蒙过 能蒙过 他能跑 被抓之后 陈亮似乎是格外的轻松 竟然有一种 如是重负的轻松感 他说 作孽 始终都会要遭报应 没抢在车之前 自己心里想 不可能说 做什么 这那事 抢完之后 自己想到 完了 再一倍一完 而正是那个当初 让陈亮满心佩服 一心仰仗的老乡 薛建明大哥 带着他 一同走进了深渊 无人会杀人 成了点心 正常的眼睛 自己装 正常打工的话 也是蛮可以的 就付不了 吃饭是不可能提 讲也挺可笑的 做这事 我觉得就是 学样 他这个外来物工人员 自己给一张白纸 他来了跟着 杀杀人就学杀人了 他跟着杀老乡 就学什么老乡了 先来的 他这个领头的是个杀样 他就跟着学人上 现在在我们国内 任何一座城市里 都能够看到 打工一族的身影 可以说 他们为地方城市建设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老乡帮 截火犯罪的问题 也是日渐增多 这一些外来物工人员的 文化水平不高 法律意识又淡薄 还又想多赚钱 怎么办 就靠一些非法手段来发财 而在找同伙的时候 老乡就成了他们首选的目标了 老乡之间很容易激情冲动 要么是老乡帮老乡 帮成了罪犯 要么就是老乡之间闹矛盾 有琐事引发了犯罪 有个义字 他这个义字 他没理解清楚 什么叫义 他们没搞清楚 他们觉得就该是老乡帮老乡 说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俩挺有义气的 我们俩去办点什么事 这个事好坏 他不管 也就是说是脑子里没有法律 这能行 他倒不是说对哪个地狱的人仇恨 他就是他自己自身的素质问题 有专家分析 老乡帮犯罪增多 一是外来务工人员 人体两足 往往以地狱 或者是血缘为基础 建立人际关系 彼此之间非常容易信赖 而且他们经常居住在同一个地面 很容易形成牢固的老乡网络 另外 外来务工人员多数文化程度较低 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又处于城市边缘地带 很容易纠结在硬发 其次 很多务工人员 都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 属于外来民工的第二代 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老乡帮犯罪中 往往出现一个成年老乡 带着几个少年老乡犯罪的现象 所以专家建议 应当加强对老乡聚集出租房的管理和控制 以有效的避免治安盲区 这一个人一出生啊 本经都是善良的 之所以后来会有好人坏人之分 完全是因为后天的环境和他周围所处的那些人们的影响 可以说这些因素对一个人呢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进诸者赤 进墨者黑 陈亮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起初可能根本没想到 就因为信错了老乡 有朝一日 自己竟然会变成一个杀人犯 其实这有些时候对和错 善与恶之间的界限 就是那么一步 这一念之差所酿成的苦果 那也都只能由自己来品尝了